为了预备年底的大选民进党新北市残选人游锡坤 以及市议员残选人罗文虫也在永和开始来和选民互动了 日前是先在秀朗国小的礼堂准备了新北加油的座谈会 为了更了解新北市民的想法如何来建设理想中的居住城市 这一场新北加油的座谈会 邀请到许多在地的乡亲来参加 而游锡坤表示他曾经居住过永和 对永和有一定的感情 未来如果能够顺利当选新北市长的话 将会来兴建社会住宅和青年住宅5万户 让民众都有一个温暖的家